南篮集训队揪出最大水货 阿不都怒斥帮杜峰拍雷 郭浩文货成功补位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那么在开始话题前 也翻牢屏幕前的球迷吧 能够给个点赞和关注 下面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中国南篮集训队里的最大水货 到底是谁 你都知道中国南篮最新的集训大名单 已经出炉了对吧 其中有16位球员入选带队的主教练为杜峰 具体的名单如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这份名单一出吧 也是遭到了很多球迷的质疑 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 韩德军徐杰和麒麟的入选 客观评价这三位球员吧 韩德军目前的体能状况 虽然与巅峰时期相比 存在着一个下滑的趋势 但论个人比赛经验和对篮板的嗅觉 还是存在的 况且韩德军也是这个南篮队伍中的老将 他在赛场中一定能够起到 稳定年轻球员心态的作用 属于徐杰他的短板是身态还小 优势是灵动性高 但就是像杜峰说的一样 是根据日本球员的特点进行选择的 而日本几位外线的身材都不高大 所以徐杰并不会在比赛中吃太多的亏 也能发挥出自己一个灵动的优势吧 但是麒麟的入选可能是杜峰最大的失误 先来看一下麒麟目前在塞贝联赛中的一个数据 场均出场时间是全队的第二高 能够在33分钟左右 第一高的是阿卜杀拉末 时间为37分钟左右 但两人的效率却有着天壤之别 麒麟场均能够得到13分 两助攻和三篮板命中率为36% 三分球的命中率是32% 那么麒麟在如此多时间的一个出场的里面 得到的这样一个数据 确实是有些不够合格的 不知道球迷是否还记得 这个阿卜杀拉木曾在赛后的一次记者采访环节 是怒斥了球队里的某位球员 之前说到球队里的年轻球员 不要假装很努力 结果不会说谎 而就在这场比赛里 麒麟的三分球是6中0 正负值是全队倒数第一 所以很显然阿卜杀拉木炮轰的 这位年轻球员就是麒麟 所以现在能够总结性的说 阿卜杜是为杜丰揪出了 中国南南集训名单16人中的最大水获 麒麟是99年出生的球员 身高是1米98 再来看目前CBA连赛里 炙手可热的球员郭浩文 他是00年出生的 身高在2米03 两人的技术特点存在相似之处 可以突破也可以突蓝 但从状态和能力上来说 郭浩文都是要比麒麟出色的 而且未来的前景也会比麒麟光明很多 如果说杜丰是看好麒麟的某个特点 能够在他的战术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考虑让郭浩文来顶替麒麟 各位球迷朋友 您赞同我的观点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